我就建議你真的要抵高 啊!好不想抵高 好尷尬 Hey!大家好,我是Ricky阿三 吸了這麼大口氣,我不想怕這個 topic 網上有些朋友問我 Ricky,不如你可不可以教一下怎樣去修剪隔底毛 這個 topic,我是不是應該我自己親自 present 因為如果當我親自 present的話 即是我要展示隔底的 可以有多尷尬 其實對我來說 我有修整過自己翼下的部位 怎樣可以照顧好你們的翼下呢?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翼下的護理方法 我覺得這件事很赤裸 比我不穿衣服還差 先說 其實男生是需要照顧你們隔底的部位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很多時候 男生的隔底毛的旺盛程度 是非常之高的 有些人形容就是 海膽啊 跟著 耳夢啊 對了 兩位要點什麼呢? 是 耳夢 喜歡吃點什麼? 那 但是呢 再我來說 我覺得男生的隔底毛 如果太旺盛的話 在穿衣服 或者你不穿衣服來說 其實我覺得 感覺都不是特別好的 原因是因為你們的毛的顏色很深 但你們皮膚的顏色可能比較淺色 所以黑色的部位 就突然間在你舉了雙手的時候 就很明顯看到那些黑色的東西 這個也是個原因 為什麼我會修剪自己的隔底毛 哇 很難說啊 男生的隔底毛其實有分很多種 第一種就是我們說的濃密度 非常之濃密 你看到你一舉起手就全部都是黑色 那這種是濃密派 第二種就是 那些毛非常之長 和非常之直 所以當你一動開手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全都變成了 OK 有很多支支都變成了 第三種的隔底毛 相對來說是比較短一點 但是你一看到它 就全部都是軟的 也是大部分的隔底毛 你看到的狀況 那種是軟的毛髮 第四種呢 有一些的毛髮很薄身 很幼身 而且非常之稀疏 那些呢 我自己覺得 大部分的膚色的男生 都是最容易處理的一種 在開始之前 我覺得大家可以最簡單查一下 究竟你的隔底毛 算不算特別旺盛 有什麼方法可以查到 你可以動一動 然後呢 就看看 會不會有很多 隔底毛 是差了出來的 這樣 好啦 那如果你真的有很多 那我們就可以修整了 有兩個選擇的 第一個選擇 你就是把你很濃密的毛 變得它沒有那麼濃密 第二個方法呢 就直接把你所有的隔底毛 剃了去 都要看看你的膚色是怎樣的 如果你的膚色本身很深的 很黑的 黑實實的話 你有一點點隔底毛 都是OK的 但如果你的膚色很白的話 我就建議你的隔底毛的數量 就盡量減少 那看上去的觀感 就會容易接受很多 那收剪的方法呢 第一步呢 就當然要有把剪刀的 OK 好尷尬 唉呀 這件事 這個動作都很噁心 現在我所做的 所有的動作都覺得很噁心 平時有些膠剪是圓頭的 不是尖頭 因為尖頭的話 很容易剪到你的皮膚 最基本的收剪是些什麼呢 向後一拉 你有沒有看到有很多 很貌性的膠底毛在這裡 我就建議你直接在這裡剪了 因為當你直接在這裡剪的時候 你就可以最簡單知道 你的膠底毛會不會突出得很多 那第二個選擇 如果你也是想收剪的話 我就建議你真的要 然後要低高 啊 好不想低高 好尷尬 那如果剪的話 盡量都是剪 將很長很多的膠底毛 你全部從下至上這樣剪上去 就會很快 你會看到很長的膠底毛 會變得很薄 還有很幼 除了剪的方式之外 我個人都可以建議大家 用剪的方式 那為什麼呢 一來我覺得剪的感覺 看起來會乾淨一點 二來呢 就是我覺得流汗的味道 相對來說 沒有那麼大 所以呢 如果大家的膠底的味道 是很強的話 我都建議你可以用 剪膠底毛的這個方式去處理 那剪的方法呢 其實最簡單呢 我會建議大家可以用 剪鬚刀 和一定配合這個剪鬚膏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剪鬚刀 去剪翼下的毛髮 其實是比較快和方便的 因為如果是電鬚刀那些 剪不到長的毛 電鬚刀 電鬚刀是只可以剪到 這樣的毛髮 但當你用剪鬚刀 如果你直接刮下去 很容易刮損的 因為你知道膠底的位置 那些閘是特別多 所以配合這個 剪鬚膏呢 其實是最有效和最安全 而且最快捷 可以把你所有膠底毛剪走的 那有些人就問 電鏟可以不可以呢 電鏟不是不行的 但因為電鏟 你需要那個地方是乾 你才可以剪得到 但如果那個位置 你這麼多集 你再用電鏟剪的話 是非常之容易 剪到你的皮膚 所以我就不建議用電鏟 好了 那我就要示範一下 怎樣剪掉膠底毛的 對我來說 根本就是一個挑戰 為什麼是珠銅線 你要想這個 topic 給我 有很多種 剪鬚膏 我覺得最簡單 坊間你都買得到 很便宜的 又有貴也有 但是貴呢 這些 就是Glarense這些 它裡面的保濕的程度 高一點 所以沒有那麼容易剪傷的 好了 那就要剪了 剪了 我建議把剪鬚膏 直接塗進去 那裡 好尷尬啊 我現在覺得 那我會建議 由上而下剪的 因為由上而下 你會容易剪得到 那都視乎你自己的 肌肉的狀況 剪完了 那我本人呢 就有做健身的 那所以呢 你就會看到 這些那麼漂亮的形狀 OK 你手臂 上而下剪完之後呢 可以一個一個水 因為呢 那些毛呢 還會卡在這個剪鬚 哈哈哈哈 那很噁 OK 因為上面呢 你一定是剪得很乾淨的 但是呢 下面的部分呢 因為那些毛是向下剪的 所以呢 你就要 反過來 從下面呢 看上去 最難的那個位置呢 其實就是中間的凹位 那所以中間的凹位 你會看到是 還有一點點毛髮在這裡 那這裡你就要 用一點點心機呢 再看多一次 啊啊啊啊 真的很噁心啊 很不配我 不應該放在這裡 這根線其實說到底 誰拿捏在手 我要給大家看 前面 先告一告 好 我兩邊都OK的 我都接受到的 但是呢 其實我以前小時候呢 是非常之濃密 和非常之多 那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 就是因為 我有剃隔底毛的習慣 那其實呢 你的隔底毛呢 那個生長的速度呢 是會相對來說 會相對來說 鑑硬一點的 那所以如果你真的 很濃密的話呢 其實你剃多兩次 其實你的隔底毛 相對來說就會少一點的 好啦 剃完了 兩邊很乾淨之後呢 其實呢 我們液一下 是需要做一些狐狸的 因為呢 當你剃完之後呢 你覺得呢 兩隻隔底很不自在 就很不自在 就很不自在 因為有些乾真真好 又或者沒有了毛在 中間有些磨擦 所以好像肉和肉 是有點磨擦 這樣子的 這個是很正常的 那我們怎樣可以做呢 第一呢 最好呢 就塗一些Body Cream 那可以用一些 薄一點的Lotion 就塗上去隔底的位置 因為其實呢 你剃的過程裡面呢 是有機會 剃到你的皮膚的面層 那些表皮的 那所以呢 你做一個 沒有濕程序的話 滋潤回去 那你隔底的 敏感的狀況啦 又或者呢 因為摩擦而流血的話呢 那個狀況也會少點 所以大家記得 可以塗一個 Body Lotion 在兩邊咖哩的位置 那第二樣 我自己很喜歡做呢 就是我每一天 出街之前呢 都會用這些 香體爐 那其實呢 有很多牌子呢 是有出這個Diodurant 第一啦 你舉高手的時候 就不會有一股 汗味在那裡 那又有一股 香的香水味 第二呢 就是你就算怎樣移動呢 它都沒有中間的磨擦 那所以摩擦的感覺 相對來說 就會低一點 而且最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 它跟一般市面的 止汗劑噴的那隻好 或者是塗的那隻好 是很大分別的 外面的那些 止汗劑噴 和塗的話呢 都會有一股東西 在表面那裡的 你洗澡的時候呢 很難洗走 那這些Diodurant呢 其實你洗完澡 用蕃茄一洗的時候 就已經沒有了 所以我自己個人呢 是最建議 用這些Diodurant 好過真的用那些止汗劑 平日出家呢 我知道大家的隔底 是很容易出汗的 如果你有很怕有汗味的話呢 除了用剛才那些Diodurant的方法之外呢 出到街都有一個方法 可以幫到大家的 大家可以拿好一張乾的紙巾 或者洗手間都有的 然後呢 你濕一下水 然後呢 你就可以印掉了隔底上面的汗 那其實呢 是因為那些汗 再加你的油份 和外面的空氣呢 沾到小滾之後呢 你的汗味的味道就會很強烈 那所以如果大家出到街 很怕有汗味的話 清潔隔底這個方法呢 是很好用的 除此之外呢 剛才也有說過 用剃鬚刀 和剃鬚膏的 剃鬚刀的選擇呢 我會建議大家選擇 一些有五頭 四頭 加上呢 前面這個位置呢 綠色這個位置 是有一層 保護的膠 在這裡 如果遇到水 或者遇到剃鬚膏的話呢 濕了其實它就是一個 滋潤的步驟 當你剃下去的時候呢 就沒有那麼容易挖損的 而且呢 這些刀頭 其實它會有左右兩邊動 所以呢 你剃的時候呢 就可以更加流暢 還有更加細緻的剃刀 那可能你會說 酒店呢 有些一次性的剃鬚刀 那那些用不可以的 那些都可以的 因為它的刀片呢 可能只有一層或者兩層 可能剃的時間就會長一點 又或者呢 可能會容易刮傷 那所以呢 都會建議大家 記得要配合你們的剃鬚膏 作為男人呢 大家都覺得呢 有一點點毛在這裡 男人味的感覺 是會重一點的 但是呢 也有問過不同各大的女生 那很多女生的意見呢 都是說 如果你腳踏底毛太旺盛的話呢 其實真的接受不了的 要不就寧願她 不要穿背心 或者不要脫衣 就是穿一些普通短的T恤 不要露到腳踏底毛出來就可以了 當時有些女生就說 看到那些腳踏底毛呢 你動一動 都拆了出來 其實感覺呢 就很噁心的了 那所以 在我來說 我覺得修整你的腳踏底毛 是很重要的 作為男生來說 那這個TOPIC呢 我知道呢 是很尷尬的 但是 希望我今次這個役下的護理呢 可以解答到各位男士 又或者各位女生 你身邊的男士 的一些疑難 希望我今次陪大家做完之後 大家都開始留意和關注一下 這些私物的部位 是不是再問大家 有什麼私物的部位 我很想要去護理 是不是要和大家分享 OK 好了 我已經想像到大家的留言 是什麼 好 如果大家真的有 一些想法 是希望做教學的話 記得留下留言 告訴我 死了 我好像很擔心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按一下 小鈴仔 我們Facebook Instagram 以及Youtube再見 拜拜